嗨大家好,我是瑞爺 這場是陸服的鑽惡場 我今天要介紹的是炸彈魔 可能影片看起來會有一點賽 但是因為在高端就是鑽石以上 如果運氣不夠好或是開局不夠順 很容易就被打下去了 基本上現在賣血會有點危險 好,那這個陣容一開始最好是搶水滴 但我這邊最後他出現了一個希格斯的身影 剛好是這個直接二星的宇宙 所以魔棒給希格斯也是很好的 因為希格斯需要一個死帽或是一個法爆手套 來增加他的攻擊力 然後帶兩個大天使 就可以讓他一直扔扔扔 他會是你吃雞的關鍵重要角色 因為你前期需要靠他幫你鎖住血量 然後我這邊又掉了一個水滴 我原本拿魔棒不是要玩希格斯啦 只是想說如果等一下掉水滴的話我就可以玩 那我這邊主要原本是想要玩凱爾 因為我覺得目前的版本凱爾是最強的 凱爾一直讓我吃雞一直讓我吃雞 所以我能拿到反曲弓的話 有鬼鎖我就會走凱爾 但他掉一個水滴 所以我這場決定直接玩希格斯 因為我這邊一個魔棒三二星西格斯 然後剛才有掉錢 所以直接五張牌都抓 那下面這邊 這些牌呢都正常來說都沒什麼用 所以就先不管他了 就隨便先抓一張 然後呢如果等一下 都沒有掉水滴的話 就等一下再沒有掉水滴 你們前三回合可以賣一個血 只賣三回合就好 不要賣太多 就是搶到一個大天使 搶到一個大天使之後 血量基本上就可以扣比較少了啦 如果你有兩個大天使基本上就可以穩穩的打到八等 然後就可以找到鋼普朗克 讓你舒服起來 主要希格斯的用意就是 讓你可以平滑的過渡到後期 然後我這邊決定賣血 因為水滴只有一顆 我需要兩顆水滴我的希格斯才會夠力 所以我就這樣直接賣血 而且這邊可以湊十塊離奇非常舒服 這開局就是很好的開局 錢掉的多裝備又好 然後我這邊就直接選了三隻最爛的角色上去賣 因為下面也沒有完整的牌 如果有索納的什麼的就可以留一下 我可能會考慮留一下 雖然一開始十塊錢真的蠻好的 會讓你的錢力滾力真的蠻誇張的多 好那我這邊輸了 哇這邊還來一隻希格斯 這樣子越來越堅定我要玩希格斯的心情了 就算等一下選修沒水滴 我還是想玩希格斯 因為這個希格斯只要有水滴真的很舒服 沒水滴就再憋一輪吧 沒辦法 好那我們這邊就是 前面就是賣血的節奏 然後給鋼普朗克復活甲 這個蠻關鍵的 鋼普朗克如果沒有復活甲 開不出那一槍就GG了 然後你中期 只要有反叛軍就用反叛軍 就圍超多反叛軍上去 譬如說你希格斯有兩張二星的 沒三星沒關係 你就把希格斯全部圍成一坨 然後牙樹也沒升星的就把它圍成一坨 好我這邊在想要怎麼賣血 我怕上那個希格斯太強 但我有看一下別家啦 我這個陣容質量應該是會輸人的 但至少可以打死一隻 就他們的質量都還比我高一點 他們沒有刻意賣血 那玩這個希格斯真的是最好建議你們刻意賣血 如果水滴被人家搶走了 沒有大天使你會痛不欲生 你就不知道到底要幹嘛 好 聖杯 而且現在聖杯真的蠻沒用的 那我出來這邊就祈禱有一個水滴好 在對面希望對面不要搶 但我有觀察一下 建議你們玩的時候可以觀察一下 對面大家玩什麼 就是你的這個會不會跟你搶裝備 我有看一下他們都沒有人在玩希格斯 所以就可以開玩 好這邊莫菲特直接升星了 然後這個 魔兜凱撒就不要了 然後直接合大天使給這個希格斯 差點直接把水滴給他 就會變成一個盧登回音 好那從這邊開始你們就可以看到 他的戰鬥力如何 然後把一些廢牌賣掉 不過通常應該不會有人在這邊刷牌 把那些牌賣掉的原因是 因為想要讓他回到牌庫裡 好隨便擺個位置 換個位置 我們來看一下 已經有一個水滴的大天使的希格斯 會不會很厲害 丟兩下再丟一顆 有沒有他前期就已經可以發揮他的戰鬥力 只要有一個大天使出來 只要你有一個惡心的加一個大天使 基本上就可以開始有點 吃到勝利的味道 哇我一個慈窮 抱歉 好這邊又來一隻希格斯 舒胡 太舒服了 那我們這邊就隨便讓換位置 那如果你的裝備裡面有多的魔棒 建議你可以給鋼普朗克 他那一槍炸下去也是不得了 然後如果你有爆破轉值輸 就是你有鏟子 你可以轉爆破專家給龍獸 也還蠻強的 這個陣容我覺得蠻厲害的 就是可以應變各種情況 但前提是你要開局很順 有拿到希格斯再加大天使 像我這樣開局順到不行 我沒話說 這要怎麼輸 我真的不知道這要怎麼輸 這個六隻耶 希格斯六隻耶 在這個時間點 在這個時間點 如果有六隻希格斯 等一下錢沒花完就三星的話 就也不用特別去找莫菲特了 不然基本上來說就是找莫菲特跟希格斯 好這邊又掉一個水滴 這邊就是超級天狐的開局 好這因為賣掉只有49塊 所以我就不賣了 就把角色卡起來 然後開始找牌囉 記得要留莫菲特 滴 我們來開滴囉 兩塊錢的先賣掉 這邊還來兩張希格斯啊 還有莫菲特啊 還有索娜耶 索娜記得換上去 索娜可以不用先換 但索娜要記得留 雅速跟索娜其實差不多 前期 我覺得沒有誰特別強 誰特別弱 但索娜能上還是上一下會比較好 然後我這邊竟然還有40塊錢 就有三星希格斯了 然後蟲洞可以直接就先給莫菲特 就如果你們在打鑽石一樣的場 把裝備囤著你很容易就下去了 前期能保多少血就保多少血 就是盡量能贏就贏 所以就把裝備先合了 那我的那個 除非有法爆手套或是石帽 我才會把那魔棒合掉 不然一開始都先不要合 除非這最後一輪 機哥不想給你裝備的話 你就只好亂合了 好 那 就這樣 我是不會想要上那個機器人 應該說我原本有在構思要不要上這個機器人 因為可以開雙鬥嘛 但我後來想想 我覺得直接上一堆反叛軍圍著那個希格斯 戰鬥力應該會強比較多 所以等級就升上去 人口只要不是藍寶 藍寶來了你可以用一下 你可以思考想一下 你覺得希格斯一球有沒有辦法把人家丟爆 如果沒有辦法丟爆 你可以用藍寶 但如果希格斯的戰鬥力是可以一球把人家丟爆的話 就是 開反叛軍給他加攻擊他可以一球丟爆 那你就圍反叛軍圍住他就好 就是差不多這個理念 好 那我們這邊基本上就是沒事做就是把角色清乾淨 然後一直升級 然後因為這邊 直接升級 只虧我一塊錢利息 所以我後來想一想 直接升了 然後再多上一個摩菲特圍住這個希格斯 他的攻擊力又可以再增加10% 一個突飛猛進的攻擊力 原本打700的變770 在這個時間點應該蠻強的 我來看看現在能不能一球一個 825有沒有看到 一球一個825 659 好不要再念數字了 很蠢 總之就是強 然後那個蟲洞也很關鍵 蟲洞先河前期真的是蠻厲害的 你只要後面的輸出夠力 他就可以擋很久 他擋很久 你後面輸出可以補上來 好這邊最關鍵的就是有沒有水滴了 這邊有一個柯加斯 如果是正常的情況下 我覺得我應該是拿不到這個柯加斯 但因為這個是二星宇宙 就是都二星的 所以大家可能會去拿二星的 那柯加斯就變得蠻有機會的 不然平常啊 在這個環節 有一個四塊錢的角色掛一顆水滴 我就不相信沒人拿 還是柯加斯這麼讚的角色 好還真的沒人拿 我隨便就拿到了 這就是運氣決定了 能不能吃雞 好那我這邊就直接把炸天使合起來 你們就可以看到一個 壞掉的希格斯 瘋狂的丟炸彈 就是超級炸彈魔 我們來看看超級炸彈魔 這邊白位要注意 因為索納被拉走很容易就直接挫賽了 但牙樹被拉走他還可以飛回來 他還有機會砍回來 所以我們就把牙樹放在後面給人家拉 好牙樹果然是被拉走了 那我這邊希格斯就是瘋狂爛扔 有沒有碰 哎唷被抓起來了 沒關係他連盾都還沒打掉 一個又碰 一直825耶好爽喔 我在這邊看的時候真的是 心裡直接暢快無比舒服 然後就是這樣七連勝了 那我們這邊在想要不要升級 我算角色的錢賣掉能不能升級 如果只虧一塊錢利息肯定要升 那這邊是只可以一塊錢利息 而且贏了搞不好還有 遲到利息的可能 那我們這邊就要再上一個莫菲特 就是像我說的那樣 你把反叛軍全部都圍上去 就越圍圍越多 只要你的希格斯是在一個一炮能 你就能打死人的時間點 你就用圍的 那如果不行你就開藍寶 你就丟藍寶上去 然後藍寶吃鋼婆朗克的裝備 給他復活甲跟死帽 不過死帽先不要給 死帽先給希格斯 給他復活甲就好 那蟲洞建議你們是給莫菲特啦 我還是覺得莫菲特帶蟲洞比較好 甲虎朗克那個角色 如果你後面真的拿不到 復活甲也沒關係 你就給他寫多的裝備 或是有魔力的 讓他可以開出來就好 我這邊還掉了一個死帽 那真的是 天助我也 這個野怪都很給力 那我這邊掉了一個大劍 就是準備合復活甲 魔抗就可以合星火 好我這邊想說我不能輸 而且這邊可以開秘術 記得秘術可以記得留 就如果不卡你經濟的情況下 在玩的過程中有看到一張可以留起來 就是有需要的時候可以開一下 好這邊應該是一球一顆 又有死帽了 全部都是一球一顆 輕輕鬆鬆 沒有人能阻擋我的一球一顆 他還雙無盡的勁耶 直接被一球丟爆 這邊是因為我連勝很多才直接升級 不然正常情況下 如果你們沒有玩到這種經濟量 就慢慢來就好了 如果你在前面 第一輪野怪打完沒有讀到希格斯 你就在四之一的時候 從50塊大概花到30-20塊去找希格斯 想辦法找到吧 我也有一場希格斯從頭到尾都只有三張的 就是我那時候找完 我真的是崩潰 不過後來 我就一個轉念 那如果你只有三張的話 你就四之一不要花錢了 你就繼續升級 你的裝備 你就只要找一張希格斯 之後就補一張希格斯 甚至可以不要 你就想辦法升等級上去 然後去找龍獸什麼的 把希格斯的裝備給龍獸 然後找個鋼譜 就是把主力換人 如果你真的找不到的話 畢竟因為你前面還是有花了一點錢 你的陣容 應該至少莫菲特可能三星吧 或者是雅樹有來啊 索納有來啊 就你也不會太慘 至少可以維持一點點血量吧 那如果這種情況就是沒有希格斯的情況 也不要難過 你頂多不能吃雞 但你可能還可以混個名次 混不到也有五六名 盡力啦 就是盡力去調整 如果你沒有拿到的話 好我這邊遇到這個菜啊 也已經賭完了 但他應該是沒看過我這麼運氣好的人 直接就給你 一個希格斯 三劍神裝 丟爆你 這已經有人 剩一滴血了耶 我不知道他是怎麼玩的 那我這邊需要一個布甲 我們需要和復活甲 而且這場很幸運的是 裝備都在一些他們不想要的人身上 像那個聖啊 是這裡面最便宜的 通常最便宜的東西不會有人選 啊有啦水滴的匿名 阿被選走了 我失算了 不然那個魔棒也不錯 好吧 沒了 那我這邊現在想要和什麼 只能先拿腰帶了 就是如果都沒東西和的話 還可以和個吹風 水滴的話也可以和贖罪神石啦 但我覺得吹風比較好用一點 那這邊義大師來了 喔這套陣容我要講解一下 中間有出現什麼反叛軍啊 就是奧德賽 中間只要有 欸龍獸來了 只要有出現什麼反叛軍你們就抓起來 然後盡量想辦法開出六隻 基因克斯也需要 欸我在幹嘛 我怎麼不上義大師 沒有六奧欸 哈囉 大哥 你忘記上囉 你這樣只有五隻喔 好反正就是中間有什麼反叛軍你們就給他抓起來 然後 最後 比較不需要的是義大師 所以義大師可以不用升星 但牙樹要升星會比較好 因為牙樹那個有CCG就是會暈人 他會給給鬥喔 然後有時候會把一些對面重要的角色浪費他的時間沒有輸出 好那我們這邊繼續低牌 我們找一下基因克斯 好找到基因克斯了 這牙樹換下來了 這義大師其實可以不用了 這樣已經有六隻了 剛剛就應該上那義大師啊 這邊有失誤 還好沒輸 還在那邊用藍寶 我後來發現球夠痛 就不需要藍寶了 暫時不需要 之後再來就好 因為我這邊要存利息 我還想要把索娜三星 索娜三星也蠻強的 就如果你們錢夠多的話 能追索娜三星也可以追一下 追到就真的蠻容易持機的 然後這邊還運氣很好的有龍獸 可能就有經濟量太好了 我就12連勝 錢超多 瘋狂升級 升到8級龍獸自然而然就來了 好那我們這邊看基因克會給什麼 我直接低一下牌 把錢花掉 因為升九級 低費牌就不好找了 像牙樹啊 索娜啊 這些就會不好找 畢竟我這些牌都還在 一心的 先找起來再說 而且還可以順便找一下龍獸什麼 都還有機會 好 那我這邊如果找到好運節的話 我就會直接升級吧 好運節跟基因克是搭配蠻好的 我在想到底要升級還是刷牌 因為我剛剛已經找到一隻雅樹成星了 低費牌其實已經不多了 低費牌已經沒有需要的了 因為莫菲特不可能在這個時間點再追 就很難追了 好那我這邊就直接開這樣 雙秘術加六反叛軍 增加坦度就好 然後我在想吹風要不要合了 因為基哥已經打完了 好 那我這邊一定會合一個吹風吹他的艾克 至少吹一個是一個 多殺一個 這樣子他就跳不過來了 刺客被吹就會蠻傷的 還好他的科加斯打假賽啊 他科加斯拿去捅後面的龍獸欸 蠻有趣的這個人 可憐的科加斯 好 不對是他被可憐的科加斯衝康了 好這露露 如果後面來可以換那個 索拉卡 索拉卡也可以先拿 因為我這邊已經找到鋼譜了 所以我就決定直接升級了 不過我這場就沒有拿到復活甲 所以鋼譜我不敢給他站在最前面 我怕他直接死去 那我這隻莫菲特可以先不要 先換一個吉英克斯 我後來覺得莫菲特沒有什麼用 而且這樣子吹風取出來可以再上一次 我想要再贏一場 這樣子我吹風取出來上之後就可以 讓這個對面的傑西飛起來 是不是很細細節的操作啊 細節到我都口口氣了 哇靠三隻露露 原本露露沒有拿 想說就已經有索拉卡了 就露露來三隻 那還是拿起來好了 那我這邊再想要不要花一點錢 按一下好了 按一下可能會好一點 哇索拉卡又是你 哇索拉卡又是你 你這樣一直占我格子嗎索拉卡 連來三次又第四次 真的會被氣死 我在想說留一下好了 這樣我還可以開一個四秘術 如果後面有一家比較強的 可能需要四秘術的情況 我就要開四秘術了 我的鋼虎朗克炸下來 哇現在這個凱爾真的是很煩啊 要不是我這麼糊的情況下 凱爾現在我覺得是最強的陣容 就是火砲鬼鎖加水銀的凱爾 哇真的 我每次吃雞都是用凱爾 就算不用三星也吃雞 我真的覺得他真的壞掉了 凱爾一定會變得了 那我這邊要拿什麼呢 我這邊沒有什麼好拿 剩星火 星火給鋼虎 擋在最前面的時候 還可以讓希格斯炸人變痛 所以我決定拿這個星火 相信你們應該也都會拿星火 哇鋼虎還升星 還來一隻龍獸 然後索拉卡一直來 好運姐來了 好運姐可以換那個希格斯的位置 但那個希格斯 不是希格斯啊 幾英克斯啊 因為我兩隻幾英克斯 這樣就可以開雙槍手 然後露露擺過去 我們把露露放在旁邊 這樣才不會 全部人卡在一起 出在一起 讓露露去旁邊 給人家弄一下 好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會不會贏 哇這個 立月莉亞直接切過來 把我的希格斯切爆啦 我的龍獸能不能給力 哇我的龍獸小導彈滿給力的 哇這人還有50塊 好猛喔 我把錢花乾了 他還有50塊 好運姐又來一張欸 真扯 喔龍獸直接升星欸 呵呵 因為我久等了 所以我覺得我花錢 找都蠻容易找到的 而且我想要 16連勝直接吃雞 就是一直連勝下去 我不想要斷連勝 我的鋼破朗克炸到一槍全暈 就是鋼破朗克在後期 就可以造成這種神奇的效果 全部暈住 在這個陣容全部暈住之後 給後面的人打輸出 那我這邊的質量 應該是好到可以吃雞了吧 應該不會輸吧 不想輸呢 我覺得我已經不需要開市秘術了 我剛剛有看了一下 市秘術與我無關 好還是找不到幾英克斯 欸來了 龍獸掰掰 好我竟然在野怪找到了幾英克斯啊 因為我這邊已經 不差那一塊錢利息了 所以我不需要這邊特別存10塊錢 我先找 我發現打到這個地方啊 你不先找牌被人家拿完了 就真的麻煩了 因為他們有時候會有很多同行的 跟你一起玩 你不先找 你沒找到 等下就不會再出來了 所以我都 變成打高分的時候 我就會習慣先找牌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到底要做高分的影片 還是低分的 因為 白金的跟金牌的玩法 其實真的不太一樣 哇三星伊瑞利亞 你們搞錯 我還特別卡他一隻伊瑞利亞欸 那我的 我看可不可以鋼婆朗克弄到他 讓他 飛不出來 哇 不是那一家 我們來看一下 哇 這鋼婆朗開出 還好鋼婆朗克我開出來 應該還有機會 哇他的菜啊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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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了 沒有連勝了 完了 哇頭被打爆了 碰碰碰碰碰 對錯家啦 你有沒有想對那個 三星伊瑞利亞的 完蛋了 三星伊瑞利亞欸 你看他們都有鬼神質量啊 他們不管到怎麼樣的 開局怎麼玩 都玩到最後都會有這些 很扯的東西 什麼三星伊瑞利亞 三星凱爾啊 我都沒辦法玩到 玩個 玩個二十場都沒有一場 三星凱爾 然後我每一場都可以看到 三星凱爾跟三星伊瑞利亞 基本上都有 很扯 不然就是兩隻五塊錢的 就像我這樣 好吧 其實我也很扯這場 我沒資格說人 可是他們都是沒有在連勝的情況下 就可以玩到的 所以我蠻佩服他們的 喔這龍獸飛出去 喔這個菜啊 該不會打不贏吧 欸 這一場不小心贏了欸 不知道為什麼 看來一切都是天命啊 好 那我們這可能要打最後一家了 就果然 剩最後一個人了 剛剛那個另外一家 應該已經死於鏡像了 那個三星伊瑞利亞 竟然拿到了也 活不了欸 可是我的 反叛軍其實很難擺位置欸 因為你要動就要全部人都動 其實超難動的 但我這邊還是考慮一下換位置 因為我西格是在右邊開始丟 比較容易丟到他叉牙 感覺他叉牙還是 必須弄一下 好 我看可不可以弄到他叉牙 讓他急進法醫 哇好像 他好像移過去一格 至少我剛普朗克有炸到 沒關係 西格是丟他 欸西格是丟錯人了 哇 還好還好 好像會贏 這個 看起來還是贏了 直釀碾壓 直釀碾壓 耶 吃雞肉 好 那這一場就是超級順利吃雞了 我知道又要 大家又要罵我了 我跟你們先道個歉 但你們可以去試試看 我覺得前四名也是蠻容易的 那我這邊就賺二 加了49分 我們下次見 掰掰